好 说到飞行我们今天来看的是 屏东恒春半岛周边的空域呢 是各国航机经过的要道 那么今天上午竟然有不明的航机通过上空 好 由这个航空迷就在网络上po文说 其实这是隶属于NASA 美国太空总署的DC-8飞机 低空的飞过恒春是相当罕见的 好 真是如此吗 我们带你了解 很惊讶啊 我会出现在这里 就是下道才拍啊 美国太空总署所属的DC-8飞行测印机 被发现在台湾南部还有东部一带空域活动 我想主要是几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太空总署在官网上所宣布的 它是在进行空气的采集 用来作为全球这个温室气体 还有这宣浮威力的这个侦测 那么它飞行的路径也写很清楚 会从空气比较就是清新的东部飞入 然后再到台湾的西部进行空瓶的采集 根据了解这项计划 整合了国内外十几个跨部会 20个学研单位 将近40多位学者所进行的高瓶3D空瓶实验 好 目的是要解析 地形大气环流还有空气污染物 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还有在三度空间随着时间变化 导致的国际联合观测 那么这也整合了美国太空总署NASA 还有我国 南韩 泰国 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国家 正在进行的亚洲空瓶飞航实验